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副总统陈建仁今天上午出席台湾环境保护运动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致辞时,提及德国将在2050年全面停止燃煤发电,并指出,其实我国的燃煤发电量与德国比起来差不多都是45%,所以禁止燃煤发电厂的时间也可能是定在2050年比较合理。 但有媒体报道,只称陈建仁说政府将在2050年禁止燃煤发电,总统府今晚澄清说,陈副总统与会谈及能源结构转型时,增势力能源结构于我国接近的德国将于2050停止燃煤发电,部分媒体误议这是我国现有政策,以至于相关报道与陈副总统原意有所出入,未免造成误解混淆。 特此说明,总统府表示陈副总统在会中也说明能源转型需要时间提升燃煤技术,降低空污排放,是政府一定会努力的工作。